大家好,3月3日的大賽日,仍然有黎地賽 頭場是5班1650米 步速方面,星之星英快一點,美滿星雲快一點 這個馬是亞洲力量先 Ocean Park的兒子,其實是黎超星馬房的馬 跑回5班的好處,剛剛那場也能夠追到第三名 那個第三名也算出色,當然步速偏快一點 所以比麒麟和麒麟亞追得到 比麒麟亞追得到很厲害,在前面捱回來 所以第三名也可可,這次仍然可以欠位置 贏是難的,因為綁重 二龍馬美滿星雲,排10多 但我講了很多次,124馬,1650米要捱 現在這個評分是36分,可以欠位置 但現在跑1650米真的比較難信 三龍馬紅星勇士,湯布申跑了41場 還未上過名,第一 第二,這隻馬暫時看不到任何亮點 我想給他一點時間 四號馬喜勝威郎也猜不到可以下到五班 這麼快 但這隻馬曾經在四班近過 三班也近過 但不知為何現在下到五班還未會贏 跑了19次,只有四個位置 1600米稍稍嚴長 其實他之前在五班上1600米捱回來 是因為慢步速慢時間 我想在這組裡比較難 五號馬就是日就月漲 用報紋 其實不用看近跡了 他跑到泥地都肯追肯跑 我曾經想過這隻馬用來做膽 但我想一想 咦,他後追的 第一,沒有報紋 追近期撕集,只能夠說 所以我不排除能夠掃光你 在這組裡 但始終這場馬沒什麼報紋 我怕他不太好處 我怕他追不及,所以放到第五選 六號馬,阿彩德爾 狀態做好了很久 但1650米真的嚴長 1200米,1200米比較好 五班有優勢 但這個路程順不過 新的馬飛騰追 評分有優勢 用到蝕恩一定跟你搏 蝕恩已經是前領騎司 在維省 1650米前一場 跑得非常好 他要捱回來 1650米真的要捱 剛剛跑早地 他也搞不定 因為當位關係 但這次當位好一點 排了四檔 守著好位跑 可以爭位置 贏的應該未必到他 跑馬超精神 我想他放這隻下去 還是就越章 但這隻馬始終是 跑了16次 只跑了一個位置 不過這隻馬肯定 肯定有評分優勢 肯定 今次用田泰安 我想會換到少少賠率 冷卵四龍彩拖回票 因為這隻馬已經做好了 轉角馬房之後跑了7場 現在的評分29分實在太好 我覺得這隻馬 你怎樣都要選擇他拖腳 但只是四重彩腳類別 我看到這隻叫做麒麟 我記得去年3月的時候 我去英格勢 又是這個星期 去年3月5日 今年3月3日 就是這樣贏 那時是33分 現在是27分 他跑泥地 比跑草隊 說了很多次 所以這次什麼步速都好 我覺得他狀態已經來了 已經肯追馬 而且他明顯是部署這場 上年也是這場 上年我記得我坐在大廊 沒有工作 我等著頭馬 我就選了這隻馬 上年排了一檔 今年也排了一檔 剛好 所以我上年是賺的 今年可以再賺 但又補速不快 我覺得他可以在這組裡出頭 上馬星際精精 剛好昨晚跑了一場不差的賽事 昨晚的時間 不知道什麼事 泥地會好 但1650米真的嚴長 他要捱回來 我想要慢補速才行 但最多是4455 反而這是綠燈 他以前跑1650米 泥地是最厲害的 雖然貴內在快補速下 就贏了一場2200米 剛好也是一場1100米追得近 狀態沒問題 評分沒問題 但要贏的不容易 看看他追多少 位置馬來的 看完小馬 很多馬都是邊線 亞洲力力亦爭 但是綁重 日租月章 是怕沒有步速追不及 飛騰追不夠氣 所以位置 升級升級不夠氣 特德綠燈這隻馬 就是難贏 所以想著想著 找回麒麟走投 好像比較合理 第二場 四班1200米 用B加2難 這場馬其實有幾隻馬 很明顯是要選擇的 但我選擇了一隻金晉升 走頭轉頭說為什麼 補速方面 我看不到一些很特別快的馬 所以看看會否有長距 會再賺多一次 因為我買太陽星 暫時還未見到它厲害 我暫時仍然覺得最多三班泥地馬 所以我暫時沒有買過一隻 任何一隻看都不看 因為我覺得不適合我的類別 不是因為短圖馬 而是因為我覺得不是我的類別的馬 剛剛試過雜一泥地 是贏的 時間是慢的 所以贏金轉過的人 是慢時間的 好一點 但落班1200米 好像仍然難一點吧 除非臨場很大雨 2號馬 東方飛映 這次用潘頓 剛剛投場就是麒麟 然後第二場就用這隻 就到這隻 東方飛映 其實已經連續兩場 追得不錯了 所以落班就要用到潘頓 狀態已經做好了 落班當然是好處 你看他上季季尾的時候 還在二班跑 季初的時候贏三班 贏二班 減分減到六 當時有83分 減到59分 著數到雲 是為了一件事 補足也要猜 所以我希望他能夠搜到好位 追下去有 放在第二選擇 3號馬 如有場區 其實初出 那場我都說過 那場馬是有勝算的 上場初出 上場真正初出 他就贏了福星 金股齊星 那些什麼 得心之遇那些馬 算可以的 最後落重票落到15元 唯一擔心一件事 馬房暫時沒有打搭贏馬 所以我覺得這隻馬 多厲害也好 拖腳好像穩陣些 始終馬房是沒有打搭的 去到這一刻 所以我想擺第三選擇 好像合理一些 反而這四號馬 金晉星 我之前說過這隻馬 其實一隻應該挺有用的 他的全兄弟就是達新星 但是在外地市集 不知何經常都在前面走 來到香港之後 在董寧馬房都是這樣 口角不行 但是看上一場走光 十二檔 其實如果不是排十二檔 我都已經選了他 輸給什麼 標彈精英和添開心 你看看 在這裏捐上來 十二檔 最後捐上來 如勢非常之強 所以我們就想 咦? 這隻馬明顯地 明顯地 留得住了 適應了 看看 可以最後在榮出大檔 追過了 這個勢 厲害的 這場是三班 這場 所以我想就想 咦? 下到這班 用到暴民 像是有馬配合 而來 不如找他走投 應該怎麼有六七倍 這隻試圖 多多配合 本身評分不算有優勢 第一 第二 十四檔 最多是四龍彩腳 六號馬 風起雲勇 這場是Shooting to Win 的兒子 Shooting to Win 通常要四歲下線 賣Shocking 可能要跑長一點點 最近試圖 還未夠 初起階段 稍好 未好 我寧願等他跑一下 七龍馬庫全曲奇 這隻馬 排了一個十二代用陳家熙 初出陳家熙排十二檔 這個馬房的馬 如果搏得的話 應該會被大師傅 最近打邊都不肯走 我想要給他一點時間 九號馬 包裝自然 應該不是那麼短 用到湯布森 都應該出來當試襲 初出那場有少少 如勢不錯 但千二米肯定還是嚴短 亦要有待證明 上場馬 跑得一般 九號馬 信心聲 我上場真的看低他 因為我打算是Shooting 這個兒子 打算跑得長一點點吧 初出那場馬 也不好 但剛剛那場 追上去很厲害 輸給詹士德 和楊外高飛 那場馬不容易追 但他和楊外高飛 追上去很小 很大步 真的很大步 但我們現在都可以 拍千四千六 會好些 但這場馬 對手不強 所以如果被他 放到六至九位 去爆上一場 的黑木段回來 尤其欠第三 第四名 十號馬 電子 電信子彈是未得 Maria的兒子 給他一點時間 十號馬 旅遊高球 這馬有點失望 跑了十九次 五個位置 貴流都跑了三個被 一個第四名 但是 這隻馬 都跑谷草好似好 跑田草 田草的級數上去低少少少 這次也排過十四檔 難跑 十二號馬 勝多多排一檔幫幫手 但Define Perfect 這個真的不一般 和我講了很多次 丁冠龍馬房的PPG 小心點 最多最多都是 一連贏兩三隻 但這隻好像還沒得 十三號馬 江南勝 有幾個盲勁的後追馬 但對著這些對手好像難一點 好像是 減了減分後跑千四可能好一點 仍然未完全熟透 即是未適應 我想 再給他調整一下會好一點 十四號馬 龍城強將對著什麼對手都好 好的對手 差的對手 他都是不懂得贏的 有點像金古齊星一樣 他總有辦法去輸 但這隻馬就千而未準 守著好位跑 他會近 但最多是赤龍彩 陪腳 因為我見到 東方飛影 魚柚長距 金晋星 真是明顯惡些 但如果你要選擇哪一匹 或者選擇馬膽 我會駁一駁金晋星 因為這隻馬肯定有些能力 東方飛影落斑要肯定 但很肯定他會跑得近 魚柚長距 馬房沒有打達 拖腳穩固些 介紹一下 金晋星便匹 第三場又是黎底賽 耳班1650米 這場馬我剛才想了一會 因為我看見好像挺麻煩 因為看不到很快的馬 會不會又被電信巴打 保羅城傳兩隻馬 賺光 因為電信巴打上次都賺光 但大家都知道 他的評分沒有優勢 上場賺光 回到晚捕捉 也是搞不定 因為綁蟲 他就是一隻這樣的馬 這次也是類似的 因為沒有評分優勢 選不到他 2號馬 保羅城傳 會不會又被他賺多一次 上次很慢補速 但這次有電信巴打在這裏 應該不到他賺 而且現在評分97分 真是見了頂 兩隻馬都是 1號2號 都好像見秦了 前次會賺的 但難些 三號馬先生上場也是賺光 賺光了慢補速 在前面 騎落有 例地前一場也是這樣跑 輸給保羅城傳聞截神鞠 但那場馬也是賺的 賺回來追不過前面 這次也有類似的情況 評分也沒有優勢 所以我想最多是四龍再拖回票 四龍馬 雪勇神鞠上次跑第三名 但那場馬的步速非常慢 非常慢之後 捱回來的第三名 不厲害 我認為他也是僅僅過到電信巴打 所以我覺得他跑回正常步速之下 應該不夠氣 五號馬好好好心得 這隻馬之前也很久沒有見 初出那場 1月24日 他回到來 輸了慢步速 這次應該有正常步速吧 而且他最近熱身後 他試回閘閘 我覺得是好一點 好一點 但評分沒有優勢 放第五選 六號馬敏哲神鞠 希望這次排二檔 扯快一點點讓他跑 不要慢步速去跑 可能會比較適合 但他起步之後 守著好位跑 會比較適合 我說了很久 我覺得他應該是一千八二千馬 不是一千二千四馬 但他死要跑那麼短 1650米前那場 爆下去不多 因為這隻馬 真的不是一隻慢步速 前戰馬 是一隻留著來跑 正常快步速之後 會比較好 這次排二檔好 希望前面扯得快一點 會適合他跑一點 七龍馬起旺 選擇他 因為磅輕 STARWINESS 跑泥地當然沒問題 曾經也跑過1650米 泥地就沒得過 跑過1650米 但跑草地 是遇到正常或慢步速都沒問題 總之他是一隻評分難贏 但經常接近的馬 拖腳 不要做馬膽 因為隨時走樣的馬 白馬連肇有威 進度上好像有點徘徊 和不是1650馬 最遇到康普森 應該比較難 九龍馬 未拍聶聶飛 跑二八應該也沒問題 用哪個都沒問題 用賀魯煉 上一場就這樣贏 一隻1650米很準的馬 快慢步速都可以 他是否都會追 他在第一季的時候 都已經說 這隻泥地比草地好 比草地好 試泥地集很好 這隻馬很早已經說了 現在到這個評分 當然有點尷尬 但是綁輕 要選擇 10號馬 帕林探哥 跑一 泥地1650米 稍稍嚴短 泥地比草地好 不過近況一般 選不到他 看完小馬之外 1、2、3、4、5 都沒有什麼評分優勢 6號為字馬 7號為字馬 8號嚴長 9號還沒得 10號還沒得 可以選一隻美影獅飛行頭 這場馬 我不建議 花太多時間 因為 好看步速 第四場 四班千六米 這場馬 沒有什麼明顯的 有優勢的馬 所以我選了一隻半藍門 行頭 步速方面 完全計不到 會不會街復區在前面賺 這個馬 哈哈大笑 上場有少少追勢 有一點點追勢 一千二米 慢時間 但是前面也彈掉了他 華麗再勝 光聯八十 那些 他只是跑完一隻風生水起 追上去有些小的 這次可能也會近 例如有個三四重彩腳 但是我只能夠建議四重彩 拖票 上場過第四名 不算很強 二號馬 碧海南天 這隻馬 已經是評分減過了 六十分是非常好 但是 他仍然在水上 好像還未完全適應 剛剛輸給安晴 但前面就好一點 覺得他越來越好 但又是未夠 和黑黑大笑一樣 都是有級數 但只限於放在第六、第七選 三號馬 我做到 剛才也有想過 放在第五選 就想想想 他今次用艾少禮 不是用潘頓 潘頓一二二磅 都跑另外一隻 前一場第三名 OK 上一場 頑皮 完全解釋不到 為什麼 有人 麻煩 周圍跟人說 這隻馬是二班馬 我多次問 是否真是二班馬呢 但怎樣也好 一隻有權 搶邊線三、四重彩腳 我會建議 一、二、三號 如果投注四重彩的話 賺票 沒辦法 這隻馬 四個馬今早更好 我就放在第四選擇 原因很簡單 他三班都很接近 下班後 什麼步速都肯走 留著馬尾追也好 上場16米 馬尾追上去 他是跟武林志穿 掌聲那一群 跑得很接近 三、三、四、四 那類別的馬 不是重心 五號馬尖又力過 排十四檔 第一項難跑 第二項 他今年的健康好像有些問題 上場有少少少少少走勢 但為了他賺了快步速分 追不過了賓秒 所以對於他的表現有少少少保留 主要排十四檔 選不到他 六號馬街覆區 如果他能夠跟前少少跑 他有權贏 不要說贏 差贏 這隻馬評分54分是好處 而且他是比較偏軍速少少的馬 他起步 對前少少走會好些 七號馬 永勝金區 這隻馬是Embalish 我也有說過 Embalish這個總額暫時一般 在外地也是一般 看到他剛剛那場 在哪裏 在很後位置 我想暫時還未得住 八號馬 冠寶區 其實跑1400米田草 我會順跑 田草1600米 一般 平均很著數 52分 一早做好狀態 六七八九 十十 會否這次跑第五位 我博他跑第五 沒辦法 前置 因為平均有好處 但始終 曲草比跑田草好 但在這組 他有級數 九五 烈火進馬 為何用他走頭排十一檔 後追 我上年也說過幾次 這隻馬 初出那場其實是慢時間不厲害 但之後幾次都告訴我 這隻馬是有能力 他起步不好 經常追不及 剛剛跑第三名 那第三名 是排十三檔 輸給時時正心扶起來 那些都算是斑頂馬 最特別的是 1月28號之後 試了一貨集 起步 順利 我覺得這隻馬 不同了 然後排十一檔 沒有什麼補足 如果起步之後 走到2至4位的二碟位置 兜後驚是不夠他鬥的 他只是經常輸起步 現在搞定起步 我覺得他在這組裡惡 而且我估計他有6至8倍 所以這隻馬是道德WINPAY 十號馬 果然可以 用薛恩肯定會惹飛 但薛恩不是用報紋 剛剛那場馬追下去 也有少少走勢 但時間偏慢 步速方面 上一場都是賺的 因為是快步速 後追馬是好處 但他回到來 跟周遊利各差不多 所以暫時都比較難掛 十一號馬 加州洞園排了三隊 用中翼泥 跟誰都無所謂 他跑草地 1400米 追不及嚴短 跑泥地 跟前壯當然不可以 但這次跑草地 再增程跑1600米 可能會好些 我打算他跑第二名 因為這場馬應該會鬥爆 十二號馬就是十二神像 排了十三檔 如說排十二檔 搞笑 十二檔 十二檔 十二神像 但剛剛那場回到來 都流出很迅速 我覺得他是賺的 上場 在內蘭裏 捐上來 沒什麼特別 賺賺賺 在裡面賺 到最後的時候 頂著武林志尊 掌聲了一堆 其實他應該沒有第二 只是掌聲自己跑得衰 但怎樣也好 上場跑得OK 其實神科也見到進步了 但這次排十三檔難了 一二三四 八十二 我的評價都是邊線腳 十三號馬 英雄戰士還沒有準備好 一隻馬 Captalist 讓他跑來地 和海鎮馬分先 十四號馬馬上發 如果得過的話 沒辦法 這隻Cicel Cake 暫時還沒有準備好 力水上還沒有足夠 看看這次會不會 我硬是覺得 試習還是真跑 試過一次在前面走 幾次在前面走 這隻馬 希望他扯快一點 會幫到手 後面馬方面 老老爽 這場馬沒有捕捉 但近況一般 神殺金剛還沒有準備好 剛才說了 我覺得 1、2、3、4、8 十二都是腳 加州動員 街復區 火盡馬三隻 明顯較好的 第五場 三班千二米捕捉 會很快 我為你 非凡之聲 未必快 中環晚你 和連連遊營都快 我為你 還有陳家希 排了十檔 減回五磅幫幫手 他應該是最快的 但裡面也有些快馬 看看會燒成怎樣 平均沒有優勢 但排了十檔 外浪 外浪也沒有幫助 唯一一件事 減回五磅幫幫手 對手不太強 希望贊到四重彩腳 捱得到尾 二號馬 非凡之聲 現在是七十三分 可以更好 我已經說過了 去年他跑的那一場千四米 是全賺的 不厲害的 現在去到去年的贏馬評分 其實去年那一場 都是賺得很厲害的 現在仍然是不太好 但剛剛那場跑第三名 輸給明亮天下 和勁進輝煌 他在前面走 那幾隻裡面 算是跑得不錯 所以我覺得 他四重彩 你要留一票 但QT應該選不到他 三號馬 中環萬利 八九十檔 都是快馬 看看他會不會頂到別人一會 但他算前速 他未必是最快的那一隻 所以 我想他守著好位跑 就不夠人跑 狀態沒問題 但評分有點吃力 四號馬 五號馬 這隻是旋風飛影 評分當然是便宜了71分 第一 第二是用巴米糕 肯定和你跑 另一樣東西 這隻馬 現在71分 在遇到快捕捉之下 他很適合跑 填了又可以 泥地又可以 什麼都可以 但他很久沒跑填了 當時66分跑 然後66分是贏馬 但現在71分 仍然有少少微利 上展他的一分贏馬 80分人二班 所以我想再給他一次機會 在這組裡 他可以搶Q 贏就要看看臨場如何發揮 六號馬 愛馬阿善 這系人馬 跟潘頓很友善 他跑到跑都會跟你搏 你看 跑到跑都在 評分上66分沒什麼好處 剛剛改場跑的第二名 算是厲害的 1分9秒正回來 排11檔 輸給佳瑩 高星無計 但還是跑得很出色 在這組裡有權贏 可惜又有一隻老虎 轉頭說面子 七龍馬 梁田復星 這隻馬是Time Test 其實不差 但暫時未見到很頂級的馬 我剛剛也買了一隻Time Test 看到他在外地的形狀 叫Ledox Andrew Forsman 的馬 三歲定榜賽贏 之前在Hawksbury 跑過第四名 也輸了幾乎 三班應該可以 但近況上未很準備好 尿康明馬房的馬 沒有試襲 我打算減一下分 跟湯布森 也比較低 好了 鮑馬 此驚歡呼 這隻 Kristella Olympus 在外地 我當時考慮過 也嘗試過賣這隻 因為我覺得他初速那場是厲害的 贏的姿態也好 唯一擔心的是直路賽和軟地 但是厲害 初速能夠贏廢明頓 還要是高獎金賽事 組別不算差 時間不算頑 來到香港之後 那馬很大隻 看見他剛才輸給喜王鋼 入口和遊營人 遊營人 初出都跑得很好 再看看之前 試貨菊閘 她很輕鬆的勝三個星農區 星農區之後的試襲都試得很好 試了兩貨閘 再之前輸給千杯勁典 他的貨閘當然沒夠 騎下去的還未夠 但是三貨閘來講 其他四貨閘 但是這隻馬是一隻很有能力的馬 我看他前景挺高的,但不是那麼短的馬來的 我覺得他1400、1600馬來的 但這場馬對手不強,而且他排的七檔可以頂住人一陣 希望他出來才算 我覺得他應該有贏面,而且未必會大熱門 當然,希斯馬防地馬博德,我通常都會熱 但這隻馬我猜有六倍,又是賭得Winplay的 九號馬,快樂、魯窩 這隻馬叫Tunkatsuka 在Gilmo贏馬,爛地贏馬,不知為何足夠63分,很可愛的 但能力上真是四班都問的,正常來說 看看外地方,是Tavisdok的兒子 你看到他來到香港之後,最近也有試襲 輸給狀元及第九貨集,你不可能夠快 但輸得很遠,騎下去不肯走,力水未夠 再之前輸給閃電列馬,回來也是很厚的 我覺得力水未夠,要先減一下分 反而這隻十號馬尾神來,叫Masonry 我特別留意了幾次 他叫Masonry,他在Sandani場的儲類馬賽 贏的Pick X等都可以 但戴眼罩之後是好一點的 這場是未戴眼罩的 但試襲很好表現,非常好表現 經常都能夠在前面走,戴眼罩 我唯一擔心是他這場仍未戴眼罩 這隻馬戴眼罩會明顯進步一些 之前的貨集都能夠拍著,不是輸得很遠,只是跑得很快 我覺得這隻馬是海能三班有些用 是有權來偷雞的 唯一一件事是未有眼罩,所以放到第五算 首爾爾馬多利賽區外的前面不強,來到香港試襲試得不錯 但始終覺得他的前面四班會好一點 對手比較強 看完小馬的外馬線會賺,守好位跑 因為前面多塊馬車,他會同一隻資金夫婦在賺 感覺上像是單Q,看看旋風飛影追成怎樣 這三隻馬惡得很厲害 前置馬方面,我覺得我為你應該合理過其他幾隻 而新馬方面,尾神來,我會放到第五算 因為看到他試襲試得真是很好的 第六場,四班千二米 這場馬好像只有幾隻馬,有點惡 部速方面,我估計的進王星和長和順會好一點 一號馬上進奔陳之前說過,外地風一點也不厲害 而且現在跑千二米也稍稍嚴短 由千六米縮下來 千六米也跟不住,你跑千二米更加跟不住 才是部署減分 二號馬八發八中,潘頓騎的系馬 我不說背後那些什麼人 上季,季尾那場千二米算是厲害 一落班,今季千二米也OK,你怎知道爆股 最近的試襲,我想重量為主 但是肯追肯走 不過就是唯一擔心他的健康 第一,第二,他的磅雖然比較重 只是擔心他會不會頂得住 一隻肯定四班有馬贏的馬來的 放到第三選擇,因為對手不強 三號馬讓愛高飛,我沒有選他 純粹因為一個原因,11檔 我連搏他追不及 上次排11檔,他追得及 因為對手好差,水龍頭,信心星那些 但是這次,他對著人心星又好些 而且其他對手亦是強些 我怕他追不及,所以我寧願搏他 投五選沒有他份,就是這麼簡單 但是,頭數四龍頭一定會拖回他 因為有班的 四號馬進王星,除非一個大利前置編輯 或者是濕地,否則應該難些 他現在的狀態不是最好的時候 而且要跑泥地,評分58分也沒有好處 那麼,果然僥倖,搖搖傷了 當然要喊兆禮,非常之好 上次翔跟前翔反而不行 稀毁申佛庭賽 但他季度初出,跑一場千二位都跑得不錯 只不過是對手不算很強 對手不算很強之下,那場馬被人攻擊 那場馬被人攻擊,但仍然贏了46元 看見他人古狼非凡,戰鬥英雄,威力非凡 不算很強 再出跑第二名,那個第二名跑千四米 水準也不差 因為贏他的對手,風繼續吹 之後他能夠上班繼續贏,偏偏軍事都繼續贏 所以其實看他的前線來講,他是OK的 看回試襲,因為之前雙腳踢傷了左前腳 所以就刺了三個閘,順序漸進去做 他一向試襲都不肯走 但剛才那部草集,我覺得比較淡 但不要緊,之前和茶本男士那部第二集很好走勢 今次希望不要留到那麼後 亦都不要跟到那麼前 中置形位置六七位 他應該會爆得出自己那段力 但鬥志鮮明也好 始終優候復出 看今次會拍得到多少 很明顯不是最適合的時候 但在這班上是好處的 有能力的 路歐馬,得心之語 用莫亞排一檔 我拆鞋子貼士放在他行首選 前一場就跑第二名 輸給魚右長區 跑人複星 四班中堅分子能力 剛剛那場就全程外跌 排十四檔沒辦法 抹了他 接著排一檔會有不同的發揮 所以找他行頭 七六位 人心星是Edrosen的兒子 初出那場應該贏 那場馬 但真的輸了一個偏差 沒辦法 再出排十四檔 亦是難跑的 但結果他都能夠追到第三名 算是厲害的 但輸給勝利神驅 被人走掉了 沒辦法 但追勢非常之強 這次仍然要這樣跑 但我選他也沒有選擇 那隻羊眼膏飛 我覺得人心星可能還有些上升空間 但兩隻馬機會差不多 八號馬這隻是人和長信 我最初打算選擇這隻 比較前一點的 但排了十二檔 用湯普遜 我又怕 你說十二檔 我都不怕 但我怕是湯普遜 希威申跑 試開閘 試得很好 時間都合理 正常的 有速度 再之前那個閘 草地集 一千米閘 輸給聖萬金 他騎下去肯走 但力量上明顯是初起 排十二檔 難搞 我怕他又亂來 所以寧願不要他 聖金大少 越跑越沉 我就選不到他 我就看不到他 有氣勢 少少群區 初出那場 在一個難追的場地 跑過第五名 上場騎下去也有第二名 但第六名 我覺得他騎得不錯 我覺得他在發揮上欠運 才沒有頭三名 這次轉彎路程 要考驗 但這隻馬應該有些能力 所以放下去第四選 因為他排過四檔 比較好跑 十一號碼 龍城金匠 這隻就排了五檔 排了五檔 但你見到他 初出那場跑的第四名 其實不算差 但再出跑千二米 就不太好 再看看 最近期 1月11日後 沒有再試集 1月11日的貨集 不差 好一點 但很慢的時間 之後 收起來很粗 快跳也不多 不知為何 很疏 我有點擔心狀態未夠 但這隻 我會建議四龍彩 冷一票的馬 可能是巨冷 十二號高氣牌 初出跑第四名 文化第五名 以為會厲害 結果也是一般 我想要等著馬房下年 才行 十四檔難跑 北海道嚴短 跑千二米 拿出來當試集 他會追一段仔 但他是一隻千六 應該是千四千六馬 最少 他會追一段仔近 但他就不是一隻 這個路程的馬 給他一點時間 熱多長身 可能好一點 焦點 試集試得好 但一路都跑不出水準 但我都說過外地的方線不強 結果轉了馬房 鄭俊偉 暫時未見到有反彈的空間 後面1 駁外先鋒 轉了馬房之後 都不覺得有氣息 這些系馬很難搞的 以及千二米嚴短 欣錦 前一場第三名不厲害 步出也比較難 看完小馬之後 我硬選一隻得心思而行頭 因為木崖一檔 守住好位跑 但其實百發百中 果然僥倖 香港不作的一對馬 都是八成多水準 但兩隻馬都肯定有能力 看看追到多少 看看穩位跑得如何 一隻二檔 一隻三檔 希望兩隻馬不要差同一個位 仁深星 仰岸高飛 兩隻馬都會猴追 但我會當 所謂擺入少少 不拒先 再看下去 我覺得龍城金像 好像穩定過的同場和順 因為湯普辛實在太難可 太難順了 第七場 香港經典盃 四歲千八米 這場馬就很麻煩 待會我會告訴大家 報速方面會正常 但未必會很快 所以前置馬應該要比較高 這場馬這隻嬌陽明驅 嘗試冰骨血刃的跑 唯一擔心的就是 他的路程是否到達 看血統方面 1400-1600馬 但1800馬 他應該都能勉強 因為他跑得上級數 對手太強 對手不太強 他跑平坡是好處 純粹和你跑短 他應該是一隻馬膽 二馬 喜年勇敢 本頓是去年已經記住了這隻馬 千六米嚴短 今次跑千八米 會比較適合路程 但他始終目標是陽打比 沒什麼所謂 是一隻很大隻馬 上場明顯不夠人跑 今次也是一隻位置馬 因為跑千八米 雖然好一點 但他好像之前也是在 谷槽中嚇人 田槽他真的沒嚇過人 我就排一檔 怕他會堵 三號馬 第一 第二 初跑 田槽 第三 之前提甲出過問題 小小功夫未夠 他照跑 無所謂 當試襲 我估計他會有一個很好的表現 但始終是一隻谷槽三班馬 去到二班跑谷槽 那場馬當是跑錯 但都完全不夠人跑 所以他要再證明一點 會近的 但四龍踩腳 四龍馬 安靜 其實他應該是 這組 這次用莫亞排十二檔 這組是能夠守好位跑的 贏一場二班 那場馬 二班二班二千位 贏標子五支 木火兄弟 目標子五支 在剛剛那場 香港金杯 都跑過第四 和第五名 剛剛上場 贏不了馬 二班 跑了第二名 那場馬 那場馬 有多厲害 有待證明 當然 他能夠跑贏一隻 包裝旋風 包裝旋風 現在也有80分 但他還是贏三班 但現在一號二號 都是贏二班 所以排除上 放在第五選 五號馬 同樣美麗 Aclamation 跑千... 千... 千... 百米都可以的 但你要想一件事 上場跑千六米都被彈掉了 另外 跑十一次 六個位置 不懂得贏 另外一件事 就是千八米到不到 有少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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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輕微擔心 千二到千... 千二到千四 我想我的信心比較大 但千八呢 我怕他不夠氣 只有十四檔 六號馬 競速威囊上次 如果不是塞了 應該最少有第三 他取位上真是頑皮的 當然 多謝他 我才可以一拖三九 做三行菜 六百多元 非常之好味 但是 上場的表現 告訴我 這隻馬 應該還有少少少評分優勢 應該還可以上升 但是 跑千八米 就是究竟有多厲害 媽媽跑到二千二百米 希望他能夠跑得好少少少 希望他能夠進步 但只要希望希望 幾樣東西 級數上未證明到好多東西 但我估計他四四五五的類別 七號馬 難以置 上一隻好大隻的馬來的 連馬斯團底馬 上場初出都跑一條千六米 明顯狀態不夠 講過了 好重身 好大隻 1230磅 試集都未準備好 這一格拿出來跑 因為高分馬 但是未準備好 高分馬 高分馬 閃聖輝王 排了十三檔 第一項難跑 第二項 三班人員之後 條件限制 就算對分四歲馬 也好 千六米 都已經沒有特別的優勢了 他就是一隻差不多 三班 七十多分馬 要再進步一點才行 加州王者退出了 其實我不多說了 今早收到消息說是退出了 但是現在到這一刻都還未更新 補一隻 稍後再說 不說這隻 就馬 一滴滴滴滴 加眼袖 配蝕恩 因為在外地都是用蝕恩跑的 這隻馬很貴的 買回來 你見到外地一級賽都能夠跑得好 Colin Hayes 贏了 在堅尼排隊七 在Rosio Gini 跑第四 之前在Spring Champion 跑第2 在Colville Gini 也跑第2 本身這個方法是夠做的 夠做總馬 但是太小顆了 103幾磅 做不到總馬 在澳洲 來到香港之後 經常都很近 加了眼罩之後 上場都很一般 還未完全適應 第一 第二就是香港的地太硬了 對於登丁這個總 不太適合 11號馬 這隻是嘉應傳承 我講了幾次 他肯跟前就贏了 上場18倍 領領領領利 有聽我說的 大家都知道 我講過很多次 這隻馬是很有用的 大家特別看一件事 上場是2000米 好 好像是不是 好像不是很足夠人家跑 比人家越出越近 好 到終點了 你看 仍然新墜条件自己走 捉住了 但看看最终的数捕 越走越远 当然它2000米打上更加好 需要时间趴着的马 但初出那场已经说了 它追得很好 这款马在这些 没什么 前置马 没什么捕捉的场合 会更加赚 暂时来说还没见到 但是 你可以想想 如果刚刚那场能够这样赢 状态更加 状态 状态 状态应该会更加好的 再和大家看这课试集 输给你喜莲勇敢 但看一看个小 喜莲勇敢加州星球 蟬星福 嬌阳明驱在这里 看直路 这一只劲力威龙 这一只 佳应全城 喜莲勇敢 这一只叫人鸣 佳应全城是否在这里 是否在这里 前面是长江城 这一只叫人鸣 这一只劲力威龙 困了 这一只佳应全城 完全没有了 前面都可以走 外面有些很轻松 这里有身上脚 好,到中点之后 看着小孩 有没有骑过 看看他怎么走 怎么摄 他好像不知道 中点在哪里 是这样的 几步过了 然后就拍了上来 喜莲勇敢 小孩是这样的 但是 马会评论 又要大力吹拆 吹小一半 这一只欺骗人 我在这里说 我觉得马是越来越进步 不用留着跑 但是真的是一只长途马 其实如果他跑长三班 二千位 我会更加开心 但是这一场马 因为没有捕捉 他会很赚 所以看看他能不能赚到尾 我有想过跟他走 但是想一想算 始终他的级数上低一点 有时候放第四算 稳适一点 二号马快到上场 没有跑错 但是始终对着高级数点的马 第一 第二 他平出外面追 不远 越走越好 但是就是虚了 偏差 报处 有少少不够跑 这种感觉 增程跑千万米 要进步才行 跑平榜 对手很强 十三号马 极速奇兵 跑了千八米 时间不算快 赚了回来的报处 都是被包装船锋弹 顶着桃花云和桃花云都在二班 九十分之后 现在对着这一百分的马 他不够跑 当然 找到连达文来跑 应该会尽力跟你跑 但是要进度很多才行 包装船锋是弹脱力的 当然 初跑田草 初跑千八米 上场 今次也是差不多 14号马 狗狗为尊 为什么上次我选他下 摆第三或第二 如果他赢完 当然更加好分 前一场 我记得回来之后 那场是骆重飞 他打算全滑 但怎么知道 走位不欠信 然后想想想 其实大家都差不多 他又是虚分 所以想想想 46倍 不如找把柳地拼好 过勤速威龙和杨美丽那些 我纯粹这么拼 但是看到 勺力非常之强 你看看 勺力 他在外面 走进去 然后回到 拉斯几宝 强到这样 你看 过了你的 跟杨美丽都当然跑得好 但是 我觉得这马仍然是 未见完 今次他又转配备 加了个眼罩 给大家看看 看多样东西 看看他们加眼罩是怎么样 但他们是没有眼罩的 这次刻意和他转眼罩 希望会更加 提升到他的战斗力 加了个羊毛面固之后 两场都跑到第三名 今次转眼罩 有望再跑得好 因为这马仍然来得非常好 后面马方面 非为僥幸 这马仍然是 跑三番二千位 用舌欣 今早收到消息 加州推出了 捕这马上来 我们很生气 正选 找舌欣 这马仍然抽到十三档 还是十三档 对手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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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需要拿着特别奖金 对手炸 难跑 千百米 严短 难搞 后避二 大千气象 级数上低一截 三班局草 对田草 二班 难点了 看完小马之后 召任命拥有膽子 喜年勇敢和狗狗遺尊上升 跑到二三名 今次都仍然跑了 考前茉米应该更加对的 2架马 超超比 准担十一档和担担田草 所以我选择安倩 始终赢田草 另外加应存成 有权赢你 既然没有报处 如果让你一个四档 他生性点 起步之后守着二三位 先赶出来 然后找遮挡 他真的打你的 这架马 他很好起量,所以我沒有放在貼紙上 沒有放手損,但這隻馬是有權勝出的 很可惜,加州皇帝退出了,非為僥倖要破這場 第八場,二班一千米直路賽 有兩三隻馬,我明顯一定要選擇 因為馬衛少寶嚴短,但有級數 只不過用程加起減5磅未必能幫到手 現在的評分是尷尬的 二號馬是順勢而非,有狀態,羅庫全馬防的馬 但不要用蔡明紹,就用阿俊諾 這個配搭也不錯 剛剛就在那場谷草跑了第五名 但之前他在這場三級賽跑了第二名 那場馬也跑得不頑 輸給一隻,勝不嬌,跑洋精靈勇士有一群馬 評分上不算特別,有優勢 但可以純粹跑個比賽,可以差三四重彩腳 三號馬,狀元及帝,用潘頓 其實如果不用潘頓,我想他會開心一點 班德麗也會這樣贏 那場馬是臨場落重飛,可以在前面賺萬補束 這次應該不到他賺了吧 因為有些快馬在那裡 所以我覺得他要進步一點才行 一千位可能是最佳路程 最近史多佛閘 很好走勢,狀態仍然配合 希望能夠繼續爭位置 四號馬,標之銀行應該是一隻群組馬 吸制裁的馬,上場真的失望 騎下去不多,輸給滴外收 跑贏魅力補俱 暫時二班頂水準 但他跑得出正常水準的話 我覺得他是一隻最少吸制裁的馬 110分左右 桂萊營四場 過來跑一千米,第一次跑 很大隻的馬,應該可以吧 狗檔只怕他找位 找到位置,他說他贏了 這隻未見細底的馬 五號馬,賢仔無敵 我之前說過,他贏馬的水準不算很強 之後他輸那場直路生金賽 我覺得他很難看 但來香港之後跑八次,未得獎金 而剛剛那場 他輸給標之銀行的愛心 直路他完全沒有看過 在裡面塞的 看這裏 現在這裏還未騎到 看 塞了 看魚細 過 倒馬 輕鬆地 但是 我始終對於他的真正能力有少少保留 唯一一件事就是半魂騎 他會發揮得好一點 引擎和你爆一段 所以我找他走頭 純粹因為 遇到快步速,排四檔 不用在外欄找位 可能會好一點 報紋騎 也應該靠得住田泰安 當然爆發力 完全不夠標之銀河 但是無敵 一直都未見過的馬 估計這條單Q都已經很熱了 六號馬 精靈勇士排一檔難跑 龜賴爺馬一場 當然夾到影 我剛才說那隻馬 我剛才說羅富泉那隻 那隻實驗夢想輸 我剛才說得明白 解釋給你聽為何 但那場馬賺了初出 當時配合了很多 評分也好 減回10磅 但現在沒有優勢 新鑼爺 跑一千位直路賽 二班難跑 平分沒有優勢 太多快馬 所以我又有點擔心他 今次會捱不到尾 九號馬 英雄豪傑 跑直路賽當然最好 但是評分沒有優勢 排二檔難跑 十號馬 當家精神 我不明白為何 鍾翼爺會跑這隻 就不跑狀元及帝 過得人來想什麼呢 這隻馬 沒理由會放 年輕人出去 他跑直路賽最厲害 跑一千 直路或轉彎也是 直路好少少 但現在這個評分87分 不算特別 不算很有優勢 下回85分留下會好些 十號馬 旺旺城區 不覺不覺 已經來到二班 力上是有 但一千位不夠快 早段不夠快 後追不及 對手很強 最近試襲 輸給喜連勇 回到來不算好 輕輕鬆鬆 但不算特別 我抱觀望態度 反而這隻鐵木兒 勇班得禮 我覺得會有冷門機會 因為他跑一千 純粹跑一千 不是特別厲害 但我記得有一次 是蘇兆輝那次 總之有一次跑直路賽 還是田泰安 蘇敏倫 總之有一次他 告別人之後 跑分 上來跑三名 我記得有一段 是他來的 不敢肯定是他 但總之有 硬的記得 他有一次跑直路賽贏 巴道贏 總之有些事情 我現在想不起來 是甚麼事 但我記得他有一段 是令到很深刻印象 他跑了一千米直路賽 但沒事 不是這場 我真的不記得 是甚麼事 總之我記得他有一段 令到我很深刻印象 前那場跑 我跑夜馬 那場我當然是中 我都說我捕了這隻馬很久 因為平均有 現在他跑二班 不算有好處 但這次的檔 又幫到手 他忍著一點點來跑 輕綁 有權偷到雞 跑回四重彩腳 但要偷雞 計來計去 標之仁何和賢者無敵 都是明顯惡的 其他馬應該爭腳 鐵木兒 盡勢而非 作元級帝 緊張大師 甚麼 甚麼 邊線腳 六 四五 除非有個好理前置 偏差 追不及 先說回 非為僥倖 已經補出了 第九場 退出了 補了一隻銀华興 這場馬的捕捉 看不到任何快馬 看看廣南複雙 會不會在前面賺 這馬是愛心神區 這是CityScape的馬 阿根廷馬 阿根廷級數場低一點 近 沒甚麼威脅 要減一下分 越長越好 但是 千六上二千 直接跳四百 我就不喜歡 二六馬這隻精算謀略 其實他跑千百米好 比二千 但是上一場 可能是因為全程外跌 沒有跑過 其實上一場 我當他完全沒有跑過 反正是輸不遠的 前一場 就輸給嘉應傳承 今次沒有嘉應傳承 他應該惡到暈 四檔 用莫雅 會很好跑 三十馬銀王興標 我當時有談過這馬 跟Apple Bloodstock 這隻馬 會不會是泥地濕地馬 結果 暫時在香港都是硬地 一般 初出的那場 萬步速賺了 之後跑幾場 也一般 第二次泥地集 試得非常好 我暫時定形它是一隻 泥地千六千八馬 四個馬 大致尊 這隻Broadhurst 當然 不是這隻 獨家代理買回來的 即是說自己獨家代理那個 替他買回來 但在外地獲得1400米 這隻是Aidan O'Brien 即是Cumor馬 千里獲得1400米 是Nonei Nefai 早熟型 所以我當時沒有選擇這隻馬 我覺得這隻馬 應該很難進步 好 試襲方面 很誇張 輸給這隻 極光瑞星 沒什麼問題 因為千一千米嚴短 好 一上升到1600米 很誇張 為什麼呢 前面是桃花雲 二班式上名 三班剛剛上名 帳王就拿到外國跑 浪漫勇士贏一急賽 你看看他怎麼跑 好了 由這裏開始看 大英才在後面 看到浪漫勇士 帳王 那隻桃花雲 全部在外面 假設內碟和內難 沒有什麼分別 大英大師專形在這個位置 通頓和他試 塞一塞 但是在兩隻馬之間 突然跑上來 看看他 外面有三隻按住 他也是按住 但是在馬林自己飆上來 一踢他的口 就已經加速了 一踢他的口 立即加速 前面這隻 桃花雲要騎 這隻不用騎 外面這隻有帳王 來千六米閘 他鬆著鬆著 回來後 可以跟帳王拍照 但是不知為什麼 一小時後就停 好 這是千六米閘 再看多貨 千七米粗 儲署輸給阿基拉 我之前也說 昨晚也說 我林鄭 獲得阿基拉 但真的很難贏 但我就說 這隻馬 其實他已經 做好了 我已經說過了 特別留意這件事 就是 這隻大志專在哪個位 在尾尾位置 前面阿基拉 勁進光輝 有什麼馬上發達 龍澤飛 當然不太厲害 但是你看看之前的貨幅 是否很厲害 你和帳王 純粹計算了 那條形狀 好了 現在看到潘頓仍然 走著尾三位置 沒有認真考驗過 好了 現在搖著搖著上來 不斷24秒四 他當然是稍追 好 好 前面阿基拉走掉 接著他現在在外欄位置 望空左 爬一爬一爬 剛才看到爬一爬 爬一爬 爬一爬 又加速了 好了 試了兩步 這隻馬 每次都是這樣 肯走 一肯走 就按住 當然 跟前面那些馬 相差很遠 而且每次過充電 都是馬上停 我是唯一擔心這件事 而且他初出跑二線位 明顯是用來 看他可不可以 看他能否夠分 如果他贏了這場 是否夠分 跑打比 但始終他一隻 先跑一千四馬 初出跑二千位 難度非常高 因爲他不是那些 Aidan O'Brien 不是Crumor 那些二千四百位 他是中短圖馬 這個總力也不太多 但是他的試襲 實在太急人 沒辦法不放在第五選 五浩馬中環銀行 谷草跑盡了 過來 硬跑 田草 希望跑到獎金 但是 希望他們本身想 是為何想跑打比 又想配中 神經病 說得出來 這句話 很低能 而且不知為何賣廣告 很有趣 說自己是創辦人 放在本書上 很好笑 但是 級數上低一點 六浩馬這隻大千喜匠 我想過找他走投 本身馬房說馬房Q 和非為僥倖 但是 連續兩場都是慢時間 當然 菊草的時間都是偏向 這次 用回報名 但是上場贏得 贏得 贏得 上場 雖然追上去 有點小 但是那場馬 追上去 你看看 包裝船風 是彈掉了 你看看後面 他後面追上來 追什麼馬 追一隻叫做 精算謀略 精算謀略 那場是跑錯的 追上去 應該有少少追小 但是 印尼格 跟他的距離 沒有改變過 所以他又追 留到下巴尾 應該追一點 我抱 觀望態度 我覺得 要濕地好一點 帶眼袖去幫助 但是我只是覺得 四重賽腳 多多勇區 平均有優勢 68分 他純粹和你跑一段 我覺得 好事來得比 魔界 和印尼格 今晚很勁力 跑2000米 我對於這個路程 有少少保留 而且好像有少少見底 平均差不多 數碼長龍再現 前那場贏馬 當然是厲害 時間姿態 上場 跑到100米 就不夠跑 跑到田中可能會好些 但是 級數上低一點 最多是四重賽腳 和印尼格 泰智村 魔界差不多 印尼格 為何選擇他呢? 因為他能夠前置 他能夠守好位置 跑 前那場 以為斷了 過終點之後 仍然有 他們的平均一點都不強 意大利 平均說過 近年是不好的 但是不知為何 Toni不斷賣意大利馬 現在的時勢都不同了 現在很多年馬 都是靠 不是靠贏馬賺錢 都是靠賣馬賺錢 是靠賣馬賺錢 誰叫ISG 這樣搶錢 是嗎? 會四龍彩腳 和長龍再現魔界一樣 十二號馬 不含複象 這個安全能的兒子 始終你是一隻 澳洲馬 1,600 OK 1,800 2,000 就不夠人跑 剛才跑到1,800 他已經很明顯看到他嚴長 最後幾步 完全被大仙氣盡彈掉了 他健康 第十四檔 十三號馬 發財秘吉 就是趁銳贏了 之後交代了 就要減分的馬 這隻是四班馬 下分班 跑到1,600 8,000 2,000 14號馬 十三門 暫時還不夠 我想要減分才行 遲些 後備二 這隻馬 就是牢牢聖 不知道會不會大仙氣盡彈 跑經典杯 之後 開飛前仍然有這個可能 但補得出來也好 難些 以這一刻的局面去看 我覺得是精算謀略 大仙氣象 多多勇區的三隻馬 應該是可以控制大局的 美人賽事 三班千四米 報速方面應該會正常 未必會特別好快 因為馬林 報紋 不是班特麗 可能會好一點 不知為何會飛走了班特麗 班特麗其實衝上雲燒 那麼有趣 前一場贏馬OK 上一場就鬥下去 拉斯可能是綁重 輸給他跑得很快 有少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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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 但第三名也合夥 評分真的沒有特別的優勢 但對手不強 今次沒有補充力 跟前一點跑 我想會比較兇 而是比較兇的 以馬大浪桃田 這件衣服 劉富榮先生 恭喜發財 澳門系的 是烏卡卡 馬特馬特贏馬 跑六場贏兩場 一些都不厲害的賽事 72分是比他多了 純粹因為阿芬德爾金利 就跑了第三名 但那三名不厲害 完全不厲害 要跑長一點的 究竟有多厲害 不知道 但我覺得他還未準備好 熊旺 評分沒有優勢 但今年有很多 都仍然可以 但這隻就好像評分沒有優勢 四號馬 浪漫老窩 跑完菊草 跑得滑滑 千萬就是嚴長 貴內贏了一場 但到現在都很近 狀態沒問題 但轉來田草仙四 就嚴短 但對手實在太差了 所以迫著要選他 五號馬 這隻是你知我拼 唯一一個變數 因為阿輝哥一定會去買馬 輝哥不在香港的時候 那些馬特別惡 但這隻好像不太惡 我看上去 見到他最近試襲 都是一般 好像跑不回來 有少少覺得 事人以弱也好 但我覺得他好像 都不是最好的時候 排十二檔也難跑 但因為輝哥不在香港的效應 我仍然會拖一票 六號馬很厲害 見到他下班後贏馬 上班仍然可以 但上一場的水準 有少少懷疑 因為報速算是正常自編快 而且他在外面追下去 我覺得稍好 所以如果保持得到上一場的表現 今次如果不是留得太厚 可能可以繼續爭Q 贏的未必到他 西套馬 衝上雲燒 這隻是STAR SPANGLE BANNER的兒子 STAR SPANGLE BANNER 叫City Thunder 在一場1400米 Benchmark71初出 初出的 初出那場三歲 就跑第二名 但輸得頗遠 之後的對手也不算特別強 但不知為何會買這隻馬過來 還未證明 來到試襲 很不一樣的 感覺上還未夠力水 除非是一隻很超班的馬 但暫時感覺上還未夠 電子傳奇 之前說過他會賺 但這次仍然會賺 但這次好像不會慢得那麼厲害吧 這次有鴻旺 所以我想比較難 還有這隻會贏 1200馬 他應該留不住吧 看來他應該和鴻旺在前面做報酬 所以電子傳奇應該蝕 10號馬 超旺財 郭先生很少可賣PP 準備做馬會主席 所以要花錢 在這場1,1400米 來到香港之後 很好走勢 剛才被星龍區的貨集 跑第二 都很好走勢 輕鬆 不算輕鬆 起碼跑到第二名 但要騎 再之前的貨集 回到來騎得很不一樣 我有點擔心進度未夠 力水未夠 遲些 上後馬鐵禁鋼之前說過 這隻馬在初出前 叫Lipscan Eye 當時我介紹給朋友買很便宜 結果朋友沒有買到 跑三次 一圈兩匹 很準的馬 在遠地上 特別厲害 Toronado 1400米應該可以 但他剛才那場馬 1400米跟前了分率 捱回來沒有 暫時未見到一隻很厲害的馬 第一 第二 雖然拿了兩次 1400米 但這次跟潘頓 我覺得會偏熱 所以把他第四選 對手很差才把他第四選 十二號馬 正氣清驅 看他的血統方面 應該是1200米 都應該沒問題 因為他是後追 但他始終仍然是谷草 但田草不太行 三班也沒有厲害過 但對手實力太差了 如果被趴著了 他會隨便追到第四名 因為他是有後勁 十三馬 新明之星 很久沒有跑 有沒有記錯 之前 很少見他 打得好 69分減下來 現在是61分 但是 最初那兩場 都說狀態不夠 剛剛 最後一場 已經大敗 最近試襲 輸給四季城 回來還未很好 感覺上 14日馬 威威父子 說過外地的方不厲害 所以我沒有選擇他來香港 後面的馬方面 黑桃火箭 如果補到出來的話 我想也比較難 因為我也不知道 為什麼上次有人選擇 我都說明他試襲不好 我想那些人真的不懂 看狀態 或者沒有看雜 滿寬笑的狀態 做得非常好 但我打算 他應該是拿這個 保護拳 拿來下次跑場 四班 這隻馬 就贏了 狀態非常好 看完小馬之後 我勉強選近牌 好一點的馬林 其他都勉強選 例如鐵金剛 浪漫老窩 正氣請驅 這些馬 感覺上好像好一點 看看獵馬師分場表 看見五彭之馬房 我想好心得位置 我做到邊線 我為你邊線 家應全成扭拳 這隻馬 小心點 不要打算畫死他 然後標之仁 我想全日最好是這兩隻 女建威馬房 果然囂行不錯 可以搶勝 本來老火未得 勁速威龍可以搶 厲害仔可以搶 蔡漢馬房 旋風飛影的位置 得心之如能夠搶勝 嬌引 黎明区和安庆都是欠WINPAY 清算謀略是欠WIN 金鋼就欠WINPAY 延本輝馬房一先生和蔑英烈菲 應該是蔑英烈菲好一點 烈火進馬贏得的 明顯做好了 極速騎兵是對手強 你知道我拼是近方一般 但是輝哥不在香港概念 烈火進馬可以賭WINPAY 方家伯馬房方面 見到許行罪位置 信心聲位置 希望區位置 人心聲位置 伊家寶的非違囂行 真是氣死我 本身這場馬是馬房Q 大千氣象有位置 未必夠精算謀略 跑大應該是單Q的 手掌城馬房 包裝置成未準備好 雪永城區嚴長 上進賓頭未準備好 超超比和喜連勇敢好些 其他馬都低少少 希斯馬房 投場這隻麒麟贏得 東方菲有權爭 冠寶區是邊線 紫荊寬頭我覺得可以贏的 狗狗維尊欠位置 看看能不能夠差到Q 其他兩隻馬低少少 浪虎全馬房這兩隻真的不懂 寶羅城泉和連少有威 美神來位置 小小五區位置 純色而非位置 其他馬都低少少 偉大馬房出三隻 用成強盡位置馬 有權爭Q 馬林應該可以爭W 高冬尼馬房 加州動員應該跑1,000米好些 高飛也是有班 狀元及低位置馬 正氣請求是邊線腳 印尼格也是邊線腳 賀賢馬房方面 金晉升是有權贏的 有能力的 日周月章也有權贏的 周圍力較低少少 北海道嚴短 且無敵有權爭W 長龍再現位置馬 黎超星馬房 亞洲力量位置 允潔城區位置 龍天牌馬房方面 星際戰爭應該嚴長 多多配合是邊線腳 龍城金將不敢完全畫死 魔界也是邊線馬 雲嘉良馬房 四隻馬都低少少 蘇維爾馬房 綠燈是位置 十二神將是位置 百發百象 聶康命 不是 聶庄馬房 我猜難一點 大志尊我真的完全不敢畫死 因為這次試得非常好 雖然每次都停 不過初出跑二千位 還要用潘頓 贏到的話 他就拍完手掌 以及可以拍打比 但難度不輕 對方命馬房方面 超省神 我不敢完全畫死 如有長區 我亦只能拖腳 因為馬房沒有打搭 更好的邊線 同場禍 其實這次試得不頑 人衰 無謂傑馬房 街覆區位置 浪漫老婆也有位置 陳俊衛馬房 我想外馬線能夠搶勝 以及多多擁區 都能夠搶位置 隨意吃馬房不方便 電訊子彈難一點 電訊巴打也難 高器牌也難 英冠銅馬房三隻馬都低一點 今天講得長一點 也講得詳細一點 我接下來準備出幾場 因為今天去澳洲買馬 但今次的很多場 都像WINPAY為主 祝大家好運 拜拜 拜拜